7月19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 头期的这个日子 那么自由刘晓波工作主就呼吁全球各地 要举办公祭活动来纪念刘晓波 公祭倡议在海边或江边摆放空椅子 默哀并三鞠躬 来悼念刘晓波被禁止出席 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以及被海葬 该组织还呼吁民众要将悼念照片视频 等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来反对北京的打压 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 正在波士顿参加公祭活动的刘晓波夫妇的 好友贝领先生 贝领先生你好 对 您好 听众好 公祭活动是今晚北京时间8点钟开始 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用各种方式在纪念刘晓波 那么作为和刘晓波和刘霞认识 超过30年的好友 您今天也在波士顿的六四纪念碑 参加了公祭活动 请您谈谈活动现场的情况好吗 波士顿的公祭是在波士顿市政府在1989年六四之后 树立的六四纪念碑成一半 上面有当时市长亲自用英文写的 仅以此公园献给中国民主运动 以纪念天安门广场上为此运动献上生命的东华儿女 这是在美国的由地方政府图立的最重要的纪念碑 在上面已经摆满了为纪念刘晓波过世 而线上的鲜花蜡烛 以及刘晓波的照片 并有花篮上有六四迅难者不醒 刘晓波千古 在现场我们也摆上了一把空椅 上面也附上了刘晓波的照片 照片上面写着1955至2017 这张照片也是VOA在全世界散发的照片之一 我看上面写着VOA 那么这是一个痛苦悲哀和肃穆的公祭祷念 我们按照全球刘晓波关注小组 以筹备单位的要求 为他献上了默哀 为他搬鞠躬 同时我们也在现场 由我回忆了刘晓波在1993年来到哈佛大学 应哈佛宴京学社的邀请所做讲演的历史 也特别向各位回忆了1994年 刘霞作为刘晓波的女友 被委托在波斯顿居住了两个星期的 那个就是让人想到感慨万千的这个历史的记忆 当时他住在波斯顿的高兴先生的家里 我那个时候还特别从国外回来 跟小波的女朋友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不是太太 跟刘霞也难忘的相继 我跟刘霞相识 早于小波 刘霞当时介绍我跟小波认识 在他北京双育的家里 这一切其实想起来都非常感慨 尤其当我们知道 现在的刘霞已经没有刘晓波过世前有限的资源 我们已经完全联系不上了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岛念 一共在波斯顿的华人 大概有将近20位 迄今他们还在这边共同来谈 小波在这边可能的一点点回忆 小波在波斯顿待的时间很短 两到三天 好的 那么您刚才谈到刘晓波妻子刘霞 现在呢 我们还没有听说到 有关刘晓波妻子刘霞的任何消息 那您是否知道 他目前的处境 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再呼吁让刘霞自由方面 所做的这个努力好吗 对 就是我们从2014年 为刘霞和刘晓波的自由 一个是在监狱的自由 一个是在软定中的自由 曾经在2014年12月10日 诺贝尔颁奖典礼 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时候 我和艺术家孟黄 和刘王作家廖毅 刘王作家王一良四个人 曾经以像意念 就像那个颁奖典礼 裸奔的形式 鼓起世界注意 之后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刘霞是政治犯的妻子 不是政治犯 他的自由刻不容缓 就我希望他现在在云南 假如他真是在那边被旅游 我希望他是跟我们 共同的好朋友 东东在一起 是由东东 能够陪伴他 在那个时间 东东夫妇陪伴他 虽然在警方的监视下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因为他在云南 最好的朋友 就是住在大理的 周中林夫妇 他们过去常年在北京 在小波家附近 开了一个餐馆 小波十年左右跟刘霞 都是去那个餐馆 和朋友相聚 但是呢 中东为了让自己 能够自由的照看 陆遇已经九年的 小波的妻子刘霞 从来不向我们对外 公布任何他们之间 帮助协助的这个情景 就我知道 唯一被允许进入 刘霞家里的家属之外的 只有有限数次的 就是刘 就是这个中东的妻子 那我们这次在台湾相见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 仔细地请听他们告诉我 刘霞在过去九年中 这九年的七年 被软禁期间 这个和他们怎么样去照顾 他的一些细节的情景 尤其我们知道 刘霞后来确诊 他的心脏病不是原发的 是由于常年的忧郁症 导致的心率不齐 后来他的心脏病的这个症状 也得到了心脏不适的情况 也得到缓解 但是他的忧郁症 是他几乎没有能力 非常强大的 坚强地去面对 一个人没有办法面对的 可怕的软禁和失身状态 好的 尤其今年年初的情况 好的 我们感谢贝林先生 在波士顿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